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6月21号 礼拜三的午安 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投聊讯息带您来关注到的是 震惊全台的台中五亿高中生命案 地检署在上午召开了记者会宣布贞结 里头公布了七大关键证人 五大证据以及六大关键书证 第一时间因涉犯杀人罪 以30万交保的下信配偶父子 才定不起诉 至于在同婚部分 检方查出了 赖姓高中生有追求过女同学 扎上多项的市政认定了 双方无结婚争议 依涉犯未造文书来提起公诉 不过高中生的母亲 已经决定向高分检批出在意 台中五亿高中生命案疑点重重 检警抽丝剥茧 追查一个多月 地检署上午宣布贞结 下信配偶父子涉犯杀人罪部分 不起诉 被告当时所身着的医务 扣押起来进行勘验 发现医务上并无任何可疑的 机症以及血迹反应 在一般的刑案 我们都会去采集 被告以及死者身上的指甲 里面的微物机症 生物机症送花样 发现都没有对方的DNA 检方公布掉下结果 包括在面线场 十楼阳台栏杆 发现有双手抓握 外侧有踩踏机症 警官树木又折断痕迹 研判死因 符合高出坠落 赖姓高中生死前 双方在屋内没有打斗迹象 死了体内也未延除酒精毒物 手臂针孔和脖子伤痕 都是急救使留下的 因此排除他杀可能 这是护理师在为死者 左手施打强心征纪 或疏管的一个动作 结合了死者的急诊病例 我们发现他在左右手 都有施打征纪 算是案最不起诉 但假结婚未造文术部分起诉 检方查出刑新配偶 虽说他们是相爱结婚 但检方查出双方认识半年间 见面次数仅一次 没有热恋中情侣的情话绵绵 就连出游合照都没有 登记时积极的都是下信配偶 他还以三千元代价 拜托大楼清洁阿姨当证人遭拒 死者则未缩在旁 护士人员还以为要结婚的是别人 因此判定假结婚 两者结婚之后 其趁摩托回到下信被告的住处的时候的景象 两者关系梳理 没有亲密互动 下信配偶在同部分 被检方证定假结婚 将无法继承五一财产 若不顾判决 可向高分检提起在意 五一高文生命案贞结告一段落 后续财产继承归还 恐将成为下一个战场 记得成本上五祥三 台中藏不到